二月十四號發生 現在一晃半年 快要過去了 那達成了共識 本來這個颱風之前要談 後來碰到颱風 那在今天談成了 陸方的代表是誰呢 全州市台港澳辦的副主任 那他說事情經過五個月 終於達成共識 希望台灣落實這一條款 要給家屬一個交代 我們的海巡署派出的是副署長 他說協商氣氛良好 那關於這個共識細節 還有這個金額等等 涉及一些這個隱私 所以還沒有辦法對外報告 那媒體就追問嘛 因為當初陸方的定調 就叫做惡意撞傳 還是嗎 那問了這個副署長 副署長是不發異語 搖搖頭之後離去 到底是還不是 並不能夠很明確 那自由時報倒是有一個細節 我覺得還蠻有意思 他訪問了這個碼頭人員 碼頭人員說 我方這次代表接待的陣容柔軟很多 什麼意思呢 第一個官少了很多 那第二個你看 對比二月份 當時剛發生的時候 有沒有 這個當時我方接待中國團的時候 我們的官員是戴著墨鏡 大批穿著藍色制服 跟海巡隊的這個排場 來我們把那張照片丟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這是這個自由時報 訪問到的細節 我們當初都還沒注意到了 在二月份的時候我方的代表是有沒有戴著太陽的眼鏡 這樣子一字排開 我不知道你的感覺如何 當時是兩條人命 對不對 翻船等等 中間透露著種種不尋常 當時我方接待 就是這個角度拍出來的那個氣氛 其實大家看圖就會感覺到那種訊息 那他說這次就是柔軟很多 沒有戴墨鏡了 沒有戴墨鏡了 這自由時報關注到的角度 我覺得蠻有意思 來導播回去剛剛那張 好 海巡署長也說 他終於這次公開道歉 過去我們就講了很多 侵蝕到人命等等 無論如何 一個道歉不過分吧 那他這次說什麼 這個案子沒有搜證錄影 對於家屬所受到的煎熬 願意再次公開表達歉意 終於等到了遲到五個多月的道歉了 然後張五月老師告訴大家 雙邊態度已經軟化 各自找到了台階下 不管這個疙瘩是否真的翻頁 至少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 好 稍後這個我問一下兩個 但我先問一下委員 你覺得呢 真的嗎 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了嗎 到今天為止 我很少講過賴清德的 好話 我今天要給他一個小小的肯定 這個時候是在 這個案子在蔡英文時代 鬧出來的事情 當時我所知道的 蔡英文所主導之下的國安會 態度無比強硬 哇 一下子主權 一下子限制隨意線 不過就是個很簡單的執法過當嘛 有必要把它上升到這麼高的高度嗎 可能當時蔡英文跟他的國安會想法說 我就是要藉這個機會 來把台灣的主權給搞清楚 那態度很清楚啊 那底下的小官怎麼樣 哎呦 知道每個人戴黑眼鏡 一副那種M1B的樣子啊 哦 捍衛主權啊 氣勢宣昂啊 你們到底在幹什麼啊 平常我們在台灣警察執法的時候 有那個飆車主啊 因為警察追太快 飆車主摔傷了 都會多多少少說 哎呀 我執法過當撞到你了 不好意思 對不對 道歉 用民事的方式來處理 什麼時候民事的方式不處理 一下子上升到什麼 你是在我的盡限制隨意啊 你是非法來捕魚啊 我是執法沒有錯啊 如果我承認我執法有過當的話 我怎麼對我的海巡弟兄交代 對 當時基本上講法 而且後面也完全沒有搜證錄影啊 對啊 更離譜 所以到時候後來被抓了很多包啦 我不相信沒有搜證錄影 藏起來啦 對 而且雷達的那個士兵 也都藏起來全部閉嘴啦 簡單講這執法過當 就執法過當嘛 有失誤就有失誤嘛 該處理就處理嘛 這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可是他藉這個機會 蔡英文時代的國安會 就弄來什麼 做文章 那大陸是吃素的嘛 本來一個小事情 你把它鬧成是主權的劃分界限 大陸一定就這事情跟你 跟你什麼呀 用王毅的說法什麼呀 一次挑釁就要回應一次 就跟你擺門 你不挑釁沒事嘛 如果當時管碧琳接到的指示 說就我們通常 警察執法裡面有執法過當 都用民事來處理 就很簡單啦 執法過度了一點對不對 那對家屬表示歉意 那我們該什麼處理 大陸會就這個事情找你麻煩嗎 會開來海警船 他們跟你放憂放憂嗎 大陸忙得很 他不會吃飽飯沒事幹好不好 就是你要挑釁嘛 那蔡英文惹下來 他不收拾耶 他520拍拍屁股走啦 這一時的520一開局 就是在一個兩岸 非常不好的氣氛當中 再加上這個當時賴清德 也不長眼 搞得好像自以為美國批准了 就沒事 講到什麼 你講兩岸這個稍微模糊一下 互不隸屬都可以接受 你搞什麼兩國互不隸屬啊 最後還講到中國必須正視 這是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你把中國跟中華民國這樣併立起來 那對不起啊 問題就很大啦 比蔡英文更大 所以我只能說賴清德 你自己不長眼睛啊 後來一連串的問題就算引起了 不過賴清德這段沉澱 除了在全代會被罵翻了 什麼臺灣主體認同 我就嘲笑他 全世界講主體認同 有一個人叫金日成 你是第二個 主體思想 沒有 他有講主體認同 主體思想比下很多很多的 你在講什麼 你根本那麼不長進去超金日成 去超朝鮮的 你什麼時代的 你夠丟臉了 你寫稿子的人不搞清楚 這是什麼韓利從哪裡來 好啦 那過去是 至少在這個案件 我們就事論事 一件歸一件來討論 賴清德跟他的國安會 對 在這個事情 放軟 賴清德拍板嘛 當然不知道拍板誰敢放軟 你說那個管碧林 那個愛當官又怕死的樣子 今天這個某媒體寫了一篇 這個關鍵的兩岸能夠談成 都是管碧林的功勞 12345 管碧林的很多關鍵 你覺得應該是嗎 那個簡單講 當作葉佩 那就是葉佩文嘛 理由就是想幫管碧林保官位嘛 他前居後攻嘛 以前不是前幾天在蔡永時代 囂張得不得了嗎 那現在好不容易官位保住了 那賴清德簡單講說 這個事情你趕快處理處理吧 不要在兩岸之間 製造太大的麻煩吧 對 當然這個所謂的共識 這裡面的細節大家不知道了 我覺得最重要道歉 道歉是很重要 道歉是關鍵 對 是關鍵 以前使不道歉啊 他現在是對家屬所受到的煎熬 當初不但不道歉一直咬著這個 三無船隻在上面做文章 你本來就應該對家屬道歉啊 對 那現在這個當然就說 接下來議題要回去傳回去 不過當初大家講的就是說 怎麼講 死亡的一些細節啊 當時撞船死 翻船死 還怎麼死 有啊 當初還要解剖啊 對 什麼驗屍啊 然後傳不回去啊 要默搜 暫時割下這些爭議啊 就不管如何啦 我方道歉了啊 然後這個對方也拿掉了 這個惡意壯產 目前是這樣 是相對的嘛 對 但是我還是要問委員 你覺得呢 賴清德文林到現在為止 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了嗎 沒有沒有 因為有時候 那個賴清德 骨子裡面心裡面那種 那種所謂台獨的主體認同 他有時候會發作 就像未死到逆流一樣 有時候會發作 所以有時候老共就要準備耐斯恩 他只要一發作 就嘴巴裡面塞個耐斯恩給他 就是要你挑釁我就給你吃耐斯恩啊 那現在他知道 未死到逆流 現在比較好了一點啦 所以賴清德就表現比較正常一點 就開始想要說 那兩岸不能這樣長久下去啊 長久下去吃虧是你賴清德 又不是白人對不對 那所以他主動希望說 罪犯的情況也過去了 這個事情處理完了 那大陸觀光團 預計應該可以到金門啦 因為上次只到馬祖嘛 這一次到金門啦 那下一次可能會到澎湖跟台灣啦 所以可能賴清德也不希望在這裡 或者他也承受了美國很大的壓力 我美國就沒總統了 你還在那邊跟我搞東搞西 有 現在美國還有總統嘛 搞不好是誰總統 所以這個時候 美國也不希望惹事嘛 對不對 所以雖然美國要到處在那邊 揚禍來 揚禍去 表示美國對台海是很緊張的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ow Your Care 別再問我們 有沒有評論 Bid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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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